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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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 大家好的朋友們 大家好 不管你現在在哪個地方 收看男女遊戲吧 你們都好 我是瑪莉 今天就有人來問問題了 跟前男友分手 一個多快兩個月了 這途中嘗試過很多次 晚回依舊被拒絕 但有一次我們聊天的方式 變得很曖昧 他會主動跟我說 想我 然後主動約我禮拜天見面 現在他人在軍中 在軍中的時候 就一直打公共電話給我 現在當兵還是只能打公共電話 不能講手機喔 好像有的單位是可以講手機的 然後就是有用手機的時間 當週又約我星期天見面 但星期六他一出軍隊 就不讀不回我的訊息 不接我的電話 最後到了星期天 明明你自己約的 早上都說不能見了 然後找理由搪塞我 我很氣啊 我看到這邊就已經很氣了 你幹嘛啊 我也是很討厭這種人 對啊 就是你平常就是把我當 排解空虛寂寞的對象 然後你一出軍中 你就是放飛而自由了 就你發現好像有更好玩的 你就把我丟了 然後還逃避 那我就是廢胎嘛 所以我那時候很氣 我就打了一大段話 就說你怎麼可以把我當被開 你其余招嘛 你是渣男 說完這些我就直接封鎖 後來過了一個禮拜以後 我覺得我自己講這些好像有點過 我就解開封鎖了 我跟他道歉 後來我就想說 我們應該不會再聯絡了 可是前一週 他又開始回我現實 他一直暗示我 之前我們那個的那些回憶 那個是在講Sex那個 OK 簡單來說 他一直暗示我要成為他的顧炮 顧炮是新名詞嗎 不是啊 固定的炮友 固定的炮友 顧炮 但我因為還很愛他 我就去了 那天我們做了兩次 第一次做完 我哭了 我真的哭了 他還說 我這樣是不是不太對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想過要跟我復合 沒有 他之前會說有 是因為內疚 再次傷害我 才說有的 但我真的好愛他 我放不下他 我知道我自己要是封鎖他 我一定又會解開 然後他想密我再做一次 我拒絕不了 你這次手機拿來我刪我 刪我刪掉這個雜欄 再做一次 有 幹嘛 他的性能力是很好 是不是 還是 因為我不知道 你第一次都這麼痛苦了 我想不出第二個 你還要跳進去的理由點是什麼 離不開啊 還愛他啊 可是他們很明確的跟你說 他沒有要跟你附 他沒有要跟你在一起耶 你就是他的 你是不是想講肉 還是從這三個字 不是 我是要說性奴 然後我想說性奴是太過了 你就是他消遣 當兵過勝體力的一個玩具而已耶 你就是他的玩具而已 你就是他的玩具而已 要講幾次 而且明明你第一次 就有做出正確的決定 你罵完他之後 你解決完你的情緒之後 你講出一個正確的事實 你就是騎驢講馬包當被胎 把他封鎖之後 明明到這邊 你就是一個做得非常好的ending 到底為什麼會解決 解開呢 為什麼要跟他道歉呢 對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會有那個罪惡感出現 先講這個好了 就是基本上 當然就是你現在的情緒 就是都還在他身上 你自己覺得還愛他 所以你分不開 那當然就是你會一直想到他 所以其實就算封鎖 你自己也說了 你一定會再解開的 嗯 你必須要做的可能是先 理清好自己 要什麼 然後你要知道 其實我真的不想要這段關係了 那你就要朝那個方向去努力 而不是你在那邊走了一步以後 你又往後退了兩步說 解開看看他有沒有密我 解開看他的生活 你就是要完完全斷絕 跟這個人封鎖 這個之前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很難我知道 但就是做正確的決定 本來就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你真的下不了手 就是請你的朋友下手 拿給他幫我全刪了這樣子 然後就是那些 他可能是他的電話來 就是完全不要接 就完完全全就是拒絕 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的聯絡跟往來 那剛剛瑪莉說那個 為什麼我明明做了正確的選擇 可是之後我又還會有那種內疚的感覺呢 我是不是講得太超過了 我是不是講得太過分了 但其實看起來沒有 你說我就是正確的 一種是 因為你在使用這些話的時候 你的確是有情緒的 然後那個情緒 可能真的是很生氣或是很憤怒 我們現在以一個局外人來看 我們覺得 你說的憤怒 你的憤怒是有道理的 但是 你有看到腦筋急轉彎吧 你說樂樂 悠悠 對… 就是我們的腦子裡面 其實有很多種不一樣的情緒 那我們把它當作是 一個班級裡面有很多的小朋友 有很多的同學 也就是說當你的怒怒出來講話的時候 你的憤怒出來講話的時候 其實其他的同學看到了 其他的同學 會害怕嗎 就是那個同學他可能是 比較愛反省的 或是比較覺得 不可以對別人生氣的 那那個時候 當你的情緒消退消去之後 你其他的同學就會出來想要掌控那個控制室 想要掌控這個班級 想要掌控這個班級 對… 那他就會跳出來 所以你就會有另外一個 完完全全相反的行為出現 想要去跟人家道歉 但我們需要做到的就是 好好的控管自己的情緒 就是當你的情緒做過頭的反應的時候 你就會有另外一個相對的情緒想要來把它拉回來 對…也就是說你罵人罵得太過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 好…對不起喔 我是不是就是太過分了 這個樣子 所以會這樣想的人 基本上就是你是一個善良的人 然後也是會為對方著想的人 然後也是有同理心的人 可是你要知道 當每一次你這樣子 又多想跟多同理的時候 你就是把你自己拉回了那個 你原本要走的正確的道路 所以其實先確定好你要往哪邊走 最棒最棒的方式當然是 就是你在回應的時候就是不要有過大的情緒 就是你不要罵他說 你這是渣男 你這是渣男 你就是可以盡量啦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難 那我們學習就是 可以好好跟他講說 我覺得你這樣做是不尊重我 是把我當備胎 那我不想要在這樣的關係當中了 然後我會封鎖跟刪除你 你也不要再來找我了 謝謝再見 這樣子 如果你當初是用一個比較平靜的心情跟情緒 去面對這一切的話 你也不會在之後 會有另外那個同學跳出來說 你看你之前講得太過 不會 就是那個其他的同學會覺得 那個是你處理好的 對對對 其他同學會覺得 你講得很好沒錯 我們覺得 剛剛在模仿浩浩嗎 一起往那個正面的正面 之類的 對所以 所以 但那個真的很難 這個超難 這個很難在 第一次就辦得到 那我們在做一件正確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 就是你知道做了其實會很痛苦 但是你不做其實也是同樣的痛苦 但是你不做的話 你永遠沒有辦法進步 可是你做了的話 你會一點一點不斷的進步跟進化 所以我們還是要朝去做的那個痛苦去前進 所以第一次你解開封鎖了 雖然感受到的痛苦 但現在你有第二次的權力跟機會 又回到你手中了 你就可以好好掌握你要去的地方 男女有事嗎 我們希望大家 都可以朝正確的決定買進 拜拜